这个啥玩意儿 蛋 这啥 这下面什么东西啊 这东西听到声音啊太闭嘴了 小东西啊可惊的 闭嘴了吧 我就知道 我悄悄的跑过来的 写一只大鞋嘎 套人的鲜红这里面呢 我刚看到了生出个大舌头 哇 过瘾啊 开着底下 这有一只 对着也是上面最高的 鲜红的小舌头 哎呦好迷人啊 刚夹着我了 毒水是不是小家伙 好调皮啊 这只鲜头不错 这只鲜头是可以的啊 上货 哦呦这边好几只啊你看 这个 这是这张嘴呢 这边还有一只 这只一般都是成堆的 巨堆的 哎呦 地上的 一听到动静他们就会闭嘴 这小家伙就是知道 如何何时该闭嘴 哎呦 哎呦 个头可以啊 这边 一起弄下来 上货 上货 四只蛤蜊啊 这种叫雪嘎 也是蛤蜊的一种 就是贝勒海鲜嘛 这个会特别的好吃 直接吃剩切片就行 咱再继续找一找啊 这个石块底下 哇塞 来大货了 那这是啥玩意儿 一只大龙虾 出来出来出来 一样黑你卡的还挺紧 哎呀你还真会躲 躲在两个石块中间呢 这只个头可以啊 挺肥的 看这个大钳子 特别的诱人 回家直接做个蒜蓉的 就很美味了 舒服 石块底下不能有什么 不能轻易的就走了 万一下面还有货呢 或者是他的同伴呢 他真没有 没有就算了 哇 那边一条黑色的长长的鱼 这是什么 天哪 看着我虚惊一场 那边是个破腰带 哎呀 还腰活呢 腰带 这腰带捡住啊 这种也是海洋污染 我还挺高兴的 我还以为是一条鱼呢 一条海曼呢 空欢喜一场 对不对 这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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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呦 哦 黄金啊 黄金啊 黄金项链吗 这是个假的 听这个声音就觉得这个声音不对 那真的是什么声音啊 这个声音太脆了 而且这黄金也不是这样的颜色 应该就染色的 这是个假的 可能是装饰品吧 人在海边拍照旅游 晚上的时候可能蜡下的 这应该不值钱吧 大家认为这是啥玩意 值钱吗 带出去吧 应该就是好玩的拍照 这些道具 没什么用 又空欢喜一场 继续翻十块 大家请教我翻十块 小龙手 两只包打鱼长腿 天呐 今天这翻十块还不错 运气还可以 又两只包打鱼上货了 带着带着 它反正已经碎了 这啥玩意儿 没有大黄 这个蛋只有蛋清诶 又珍珠 你就除了这个是珍珠 还是什么 它已经浮出 你看长多眼睛了 别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 这个都这样了 这个都扁扁了 它这个壳跟胶囊的壳似的 溜软 跟那个橡皮椒似的 带回家吧 最近这个找到一些蛋都好奇特呀 要不就是圆的 要不就是椭圆的 这是什么鸟类下的蛋呀 什么品种也不知道 不过就好奇特没见过 会是什么蛋 鸟蛋 龟蛋 还是啥 跟葡萄的形状似的哦 哎呦还热乎 暖暖暖的 就是那种还带着鱼翁的似的 你看 这个都可能碎了 哎呦在这里风吹日晒的 风吹雨打的能好吗 这些东西 我得带回家 看看这到底啥玩意儿 放桶里面哦 轻拿轻放 哎呦 放大把油身上的 放大把油身上的 这些都带着吧 这个应该不好吃 我样子还挺特别的 回回见也就是 还挺漂亮 说了说了 哦呦 应该这底下都是 不会是肠鱼蛋吧 应该也不是 我也想不出是什么蛋 一起带着哦 感觉目测的五六十只这种蛋 像葡萄 嗯像葡萄那个形状 像那种蹄子的那种形状 都带着吧哦 大家就是评论区有没有网友知道这是什么玩意的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一下啊 普及一下知识行吗 先带着这些 今天来海边时间也不短了啊 一会儿中午了孩子要放学了 我还得去接孩子 看咱们今天收获的也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我也得着急回去了 哇这个蛋怎么动了 是啊 看在蛋底下 是不是能看出来吗 哎呦呦呦呦 不行一会儿要浮出来了 我得回家了啊 咱们消息再见拜拜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张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菜家摊这边啊 蛤蜊特别多 这边还在退潮的就有人过来捡了 走我们下去看看 这是个月亮 啊渴啊 我还以为是个月亮队呢 不要了 啊 那边还在退着 这边说是在这里 抱着这块头好的 看到这边这 看 真的有好的耶 这个还不小 哇塞 这几年就行了 看 看 看这些不都是好的吗 哇大耙子来了 这个浪可能给卷上来的一些 这里还有个基石螺 这是个壳 这是个壳 壳的话就是很轻 像那种拿起来有些 最重要的就是活的 看 哎这拿不少 这个捡很轻松了 这个捡很轻松了 这里更多不少 但是手套这个主感不好 把手套拿了 这个捡一块 一块上来扔了 这个不小心 好 快点 要摔一下 哎呦 都是吗 这个有助坏了 可碎了 这不要了 这两个都是好的 一定要好眼 慢慢找一找 这个好大 都是 这里莫雅罗的壳 不要了 这个蛤蜊回家直接爆炒不错 看 这也是火的 大家想来捡蛤蜊 菜家摊直接倒横过来就行了 特别多 推潮了更多 这水怎么那么浑 这东西 大爪鱼在这里 这个石块底下 看 这个头这么大 是不是你啊 出来出来 哇塞 哇塞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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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出来出来出来 宝贝 哎 别走啊 进来吧 收 这边还是有可力的 继续捡一些吧 来 带起节奏来 抓点紧 这里都是啊 真的 哇塞 这还用上市场去买吗 一共饭几块钱 不是 十几块钱省下来了 看这 这个世界上面的一堆堆的小窝啊 每块石头上都有 这样的都不容易翻你 怕把你翻掉下去 啊 这些十块上这些楼 我的天啊 鱼已经恐惧症了 根本都受不了 十块上全部都是 大家看一下这个 看了是什么滋味 一圈都是密密麻麻的 哇 这里一只巴掌鱼 在这里啊 哎 还带着一只海螺啊 看看看 它卡在这里了 在这树梦底下 出来出来 这是还不小 啊 包头 哎哎哎哎 哇 不错 哎呀 又收了一只大包头 来来来 这个比表例值钱多了 好 收 啊 看这边 潮水推下去了 啊 看看有没有货 啊 今天这块鱼吗 一块鱼 鱼啊 鲨鱼啊 感觉好长好长时间的鲨鱼啊 黑鱼啊 黑鱼啊 哎呀 臭了 这只 鱼现在已经平时这样了 可能是死了好长时间 被烂鱼打上来了 对一条 也不轻啊 这又十来斤 它是个诱沙 这个咱不要了啊 把它放回大自然吧 再给它放回去 丢里面去吧 这样子的话可以问一些小鱼小虾 哎 一会儿浪 上来就把它带走了 这个咱不要啊 这块鱼还在退潮的 先下来找一找 今天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地方 还带了一个大桶 哎呦 这还有点清 这上面是不是吸了一个海螺 这里 好吃 上来了 哦 海螺 有肉的 哦 你看这个肉 看 好 不错 但海螺还不小 收拾了啊 哎呦 这个海魁哦 哇 这边还有一条好漂亮的鱼啊 看 哎呦 这什么鱼啊 拿出来看一下 太漂亮了 黄色的 爆纹 你看 好漂亮吗 这小鱼好漂亮 快点把它放到水多的地方 就在这里太干了 它就死掉了 快进去吧 这个海葵刚刚生的那么长 现在又变成一朵花了 太漂亮了 把你们再放回去吧 不要晒到你 今天太阳有点大 下面有好多小螺 小螺太小了 过来这边找一找 这边这个石板下有货 哇塞 谁吃八爪鱼 八爪 出来出来出来 还刺水 吸着下面那个石头 不想上来 松出松出 松开你的爪 哦 这一只 不错啊 带着这棵水草 下来 跟我回家啊 这里太热了 太热了 走吧 带你回去 小石块 拔开看看 哎 太重了 哎 那边好像是个海螺 在这个大石块底下 拿出来 哎 哎 我是个活的 哇 看有肉 好 又一个海螺 今天这个海螺都不小 个头 带着啊 小多小石线 长大了 是不是 这么大 底下 看有没有 这些都是将军帽 这什么东西啊 哎 一条鱼卡在这里啊 石板鱼啊 还活的吗 我过来看看 出来 出来 哎 鸭子这也别住了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哇 脖子 快快快快快 松了 封了 它上了那个刺 一口海水咸死我了 天哪 早知道 那我头接着了 到头了 快快快快 拿头过来 刺了刺把我手都刺破了 刺了一下子 疼死我了 我的妈呀 吓我一跳 碰一下的 又到石板 海水够咸呀 你看下面好多小东西 小螃蟹都跑了 啊这底下呀 你看小钉螺 这个石笔叶 把这放回去 过来看到这一只钻上的墨远螺 这里被它推出了一个小刹包 哎 你这个懒蛋 不赶紧往里转 被我发现了吧 哈哈 一包水 好 这个瘦的 哎呦 前面这边 一只大肉 躺在外面 看 呦呦呦呦呦呦 动了 开始动了 你在这干嘛呢晒太阳 晒睡了 哇 这块肉也好肥 捏 哎呀 这次我瘦上了 啊 两只手捏才贵 看 缩了 又一只模样的 我们到里面来放花十块啊 放下也没有货 小螃蟹 再往里面找一只刮 哇 这下面一只不找鱼 来来来来 哎 出来出来出来 腿还稀着 看 哈 一只抱头 吐水了 这只瘦了 这只瘦了啊 露了一个头 你是巴掌鱼 嘿嘿嘿 出来吧 你看 还挺会躲呀 哇,这个大爪,这是大,这只比那只肥,哇,好有劲啊,出来,一只手还弄不了理了,哇,这个爪特别粗,啊,这只肥,可肥了,哇,哎呀,钊鱼怪,啊,可以可以可以,这么大这只,看,啊,熟了熟了,现在八爪鱼可值钱了,哦,看,现在洋海期啊,八爪鱼特别贵, 哎呀,这只快,上面看上是有货的,我再找一找,抓了两只八爪鱼,也算是不错了,哇,那边是一条鱼吗,黑色的,什么鱼啊,哇, 拿住他,好了,他背鸡一定要吹你,你看,出起来会刺,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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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已经要吹对了, 上哪去了 坏了 多时风底下去了 上哪去了 在这在这 上这边 背景要这么多刺是什么鱼 出来吗 出来出来 哎呦呦呦 妈呀 你这点 你这点 你这点把他感动的刀子都吃了立起来了 怎么办 他躲起来 放进去 干 怎么办吗 好嘞 你来啊 这鱼都搞定了 干啥 你来你来 干啥干啥 看你能 哎呦 拿住了 是吗 那么快吗 这也太干啥了吧 拿筒接着 过来拿筒接着来 行不行 卡住了 卡住了 那能行吗 他怎么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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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了 轻轻的 哎 刺好硬 这个一次都可疼了 快快慢一点慢一点 别被上了他 被什么卡住了 石头 石头 哪里被卡住了 头 那怎么办 算了吧 你把石头掀起来 可以吗 现在都吗 你把石头掀起来 行不行 行不行 出来了吗 哎呦 出来了 哇塞 什么鱼啊 快快举起来 我看看 我看看 这什么鱼 黑包公啊 这被潮水还没有完全退下去 先找找看 嘿 哎呦 哇 这里有个垃圾袋 来 哇 这都是两个哎 这么好的运气吗 我很吓发现两个 哇真的是 哇这个锡在上面的 打开吧 看 哇这个肉 哦 这个收个不错 下来两 呦呦呦这个生气了 吐泡泡了 哇塞 这是一对情侣 还是母子两 我就不知道了 一起瘦了 带着 哎呀 快走一点 今天开猫桶了 出来时间 不到十分钟 就瘦了两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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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空空里野 这个都是不到 小鲍鱼不大 土漂亮的好可爱 这是将军药 这也是那种小鲍鱼 不过这个肉酥内容好吃 吃快一下看看 这个也是一个鲍鱼 它在下面爬着冻着可能发现我了 下来下来下来 有只小螃蟹爬在这上面 有只小螃蟹 它在吃你的肉 被螃蟹吃还不如被我吃呢 也是不太大小鲍鱼 站着吧 再继续找一找 这上面有一个 这一块做一块不少呀 拿出来 这一锡在上面 拿下来 这个还稍微大一点呢 比那锡还大一些 这个哈 你带着吧 回家做个鲍鱼饭 可以 两个 爬着两个 看 哎呀呀呀 看上面这些绒毛 全部都爬出来了 看 那小虫子似的 发现我了 下来 哎呦 它吸着这个石头 上面那个 泥啊 还有这一个 爬着两个小蟲蟹 下来下来下来 哎 哇 两个 两个时候 跑出来约会 还没见面就被我抓住了 好 收着 哇 这什么情况 张佑哥 你这里太不会躲了吧 你这明目中懒了 就躲在这里吗 哇 还不小 看这只腿好粗啊 来来来 你被我发现了 那就跟我走吧 走 回家跟鲍鱼弟弟一起玩 哦 看那个大醋腿 大稀盘 收着啊 走嘞 哇 你看看看 好细的美腿 有货 八爪 嘿嘿 张鱼啊 回家又可以抱足了 看 这只八爪鱼腿受伤了 少了半条 可能是被它自己吃了啊 八爪鱼 吃自己的腿的 然后它自己会再长出来 你说你 怎么还能吃自己呢 走 跟我回家 看 这里这么多壳 这是个痛壳 嗯 这是个白蛤蜊 这个是活的 这个可以 哦 这里面好多呀 看 这个还张着嘴 呦 闭上嘴巴 猫猫猫猫猫 这些是活的 看 还偷着肉这个 嘿 缩了 哦 这里不错呀 蛤蜊这么多的吗 这种是白蛤啊 也很好吃 缩了缩了 咱们就挑一些好的回家 你看这个肉 呦 这个饱满 再找一找 看嘞 这里面好多 这种是带肉的 咱们就在这挑就行了 这些 看 这种是活的 哇塞 哇塞 这也太过瘾了吧 看 哇 姐 快姐 哈哈 这个皮皮下的壳 连肉都没有 下面是个冒雅罗吗 哈哈 壳 哎 嘘 嘘 这里有扇贝 这个扇贝 薄的肉 还有 这个带回家煮一煮 不影响吃 这里还有一堆呢 你看 两个 看 这个真好 出了 这里 有 哎唷 看 张了嘴 合起来了 这张的嘴 它会不会夹我 它居然不夹我 它是一只公的 你看没有黄 这可能是个母的 这里也有 收收收 这里还有 是不是炸着一块什么花生米 哇 这里好几个 哇 你看有库钱吗 一会儿出来人了 这钱也太过瘾了吧 这么多扇贝吗 哎呀 教室这块找找看 哇塞 下来的大巴掌 现在这个骨头上的 这里 下来下来 变色了 哇塞 这只 西部里太强了 大鲍鱼 收了 放手里 哦 这边有个海螺 走出来 哎呦 好 活的 有肉 收了啊 这个 好好捅一捅 下面的底下有个海螺 哦 这个可太漂亮了 是个活的吗 走出来 哦 这也是一只活的 太肉 缩回去了 还带着一只小海螺 这是你的宝宝吧 嘿 收了啊 好漂亮的猫 带着 那边再看一看 猫 嘿 这里一个 看 拿出来 把这个肉慢慢的缩回去了 哈 也是个活的 收了 这是我们今天收获的海鲜 我要煮出来给大哥吃 咱们大的煮一锅 小时候再煮一锅 开火 开火 这个猫 这个小煎螺放一块煮着吃 这里我熟了 看 啊 这个 天鹅蛋的肉 肥巴 可以 特别漂亮 好 安排 好嘞 咱们煮一下这个豹爪鱼 一会让大哥给大家表演一个剖头啊 五分钟就可以了 熟了豹爪鱼 哇 这个头这么大肯定有打饼吧 好 粉红色的 你看 好 给大哥配两个调料啊 这个是海鲜酱油里面是蒜和小米辣 来点醋 酱油 辣根 够不够 再来点 好 可以不 再来 疯了 可以不 可以不 好嘞 先拿一口 来 吃海鲜 先抱个头 太热了吧 有点热 先吃个海萝卜 好了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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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的 这个东西我们要摘掉 可记得蘸调料 可记得蘸调料 有芥末哎 嗯 上不上头 哦 黑黄 黑黄 香吧 黄 啊 啊 快来天鹅蛋 好 这个可肥了 嗯 这个这儿 嗯 这个东西 一定不能浪费啊 先小吃一下 吃吃尝尝它 嗯 嗯 这个这个肉好吃哈 嗯 这个新鲜的海鲜 白水煮的时候 有它有十号 所以我们最好准备一盘 准备一碗温水 稍微 吃之前洗洗它 可见蘸啊 怎么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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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刷了 包头 哦 你已经出没了这个 快 好一个 啤酒 配海鲜 赛果 活生鲜 大包头 走一个 包一个 快 好一个 黄 黄 黄 好吃吗 嗯 有大米 哎呀 鲜 拍到我直流口水 嗯 平常你拍我也这样吗 嗯 可算逮着了 顿顿吃了一些 生活自然甜 来吧 我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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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大鼻涕 哎 又出来大鼻涕了 哎呦 回家吃口了 嗯 哦 过瘾吧 太过瘾了 哎呦 不眼泪了 眼泪的皮 挺浮的眼泪 上头了 满足的鼻涕 哎 大虾猪肉 红筒 然后我现在先处理一下这个虾 虾 先去这个虾线 用这个牙签插入大虾的第三个关节 把这个虾线取出来 非常的简单 这里面就都是宝宝 好了 取出虾肉 看这个梅汁虾头里都有黄 大虾拔出来后 我们把它切成丁 剁碎它 好 虾仁切好了 把它放入 准备好的肉末里面 放入葱卧跟姜末 打入一个炒鸡蛋 淋入一点点酱油 一点点盐 再倒点花生油 搅拌一下 我们开始包馄饨了 这样吃非常有营养 家里有孩子可以给孩子这么做 我们山东今年五月份怎么还这么冷啊 这都 五月 过了好长时间 还贴才十来多 咱们起锅烧油 把这个虾头放进去 煸好一下 炒出虾油 冰箱后取入虾头 哇太香了 这个虾油特别新 接下来倒入一碗水 锅开后下入馄饨 下一步放就行了 留一碗给儿子吃 儿子在我婆婆那的 一滴一会给他送过去 煮一下 咱们配个底调啊 放入一块 紫菜 放入准备好的 蒜跟小米辣 来点酱油 醋 再来点香油 再来点蚝油吧 对起来好吃 哎呀我天 我们再放一包小榨菜 来一层我们家的盐水虾 这特别的鲜 这个就代替了盐根味精的作用 特别的提鲜 有骨盖 好我们熟了 关火 用这个汤 把这个底料稀释一下 红筒捞出来 还有大虾 看起来就很香 再放入灵魂香菜 就可以了 好了可以享用美食的 把这个 搅拌一下 让那个调整 全部都 均匀 明明的虾正鲜 这么冷的天喝上一口热乎的 真的太舒服了 嗯 我就喜欢吃那种淡点汤的东西 麻辣烫米线 酸辣粉 大馄饨 都是我的最爱 啊这个汤太鲜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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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酸辣 最近都太忙了 所以把孩子送婆婆那里去了 每天都要去倉库 吃饱了才能有力气干活 一会吃了饭还得去倉库 所以得多吃一点 大家一般包馄饨都用什么馅 看那个小面貌是不是太可爱了 来一口 转松的心耶 好爽女心啊 这边的漂亮 你们加点奶油 还有草莓 可以拌着给大哥 放着啊 嗯 一口一个 嗯 这个葫芦这样好滑啊 弄得太好吃了 今天我们抽了一天的时间 陪孩子过来这边玩一玩 吃一些孩子喜欢吃的东西 平常太忙了 今天好好陪陪逛逛 好不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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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 去 那 来 喜欢吗宽宽 宽宽 宽宽 是不是有点热有点渴 对呀 给你买个冰淇淋 一会就上了好不好 好的 吃吧 吃吧老宝 让你早上不好好吃饭 我们都吃了饭出门的 一会儿先吃一吃 一会儿再在里面 这个汉堡包也有点大 太小了吧 好小啊 慢点是太凉了 吃着吃吧 我尝尝什么味儿 牛肉汉堡 牛肉汉堡也不鲜 哎呀嘛 你看那怎么吃个鸡蛋 鸡蛋 可以吗 牛肉 可以吗 没有这些吧 我尝尝什么味儿 好 你帽子呢 帽子呢 帽子呢 这里到现在 我怎么知道帽子呢 帽子呢 你帽子呢 你看看孩子帽子都丢了 帽子都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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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子拿上来了 放到上面看 不要放地上 放到上面 这就看封面儿 以后里面是图画说 啊 好 看喜欢这本书吗 小动物 大象 小大象哭了 你看 感觉压力好大哟 他哭了 好可怜啊 这小大象 不错 有眼泪可以缓解压力 嗯 有眼泪可以缓解压力 你干啥 你干啥 不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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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鲨鱼啊 这一个 让你来玩 宋命选了一个这个 喜欢 我喜欢 欧洲安级 这个大山 还有一个东西 哪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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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59 59那一个 你还不如加点钱买个那个医院粉呢 去把这个食匙拉面尝一尝一尝一到怎么样 过了时间了 哇塞 鲑鱼饭就得一块呀 这啥呀 这是为什么不吃那只鲑鱼饭吗 你常常想吃这个鲑鱼嘛 没吃过 甜甜的 咸咸的 可以帮我吃一块 就这两块肉 这一块45块 可以帮我吃一块 行 咸咸口水 45块呀 我怎么吃 妈妈 我好看 一般吧 我在网上买了一些很多这种失败的衣服 打开一看我都震惊了 这么短怎么穿啊 不过我看今天好流行 这种 但是太短了吧 试一试吧 可能找个高腰的下车穿就可以了 太短了 找了个最高腰的裙子 哎呀 我感觉有点无法接受这种风格 跟我想的不一样 而且特别紧又短啊 根本就不方便 一蹲一站 一坐的话肯定会露腰 算了吧 最近网络太失败了 都得退掉 看看这些 是我整理出来的那些成年老衣服 都是之前的 好多年了 哎呀 还能穿吗 这些都是压箱子 看 大家不要嘲笑我就想 哎呀 哎呀 都皱巴了 我都不知道能不能穿上 之前还瘦 现在越来越胖 你们有过这样的裙子吗 你们说土不土 还有这样的裙子 天呐 都掉皮了 还有这样的裤子 这裤子是你的吧大哥 你还能穿上吗 这是我的裤子 哎红色的裤子 哎 那时候可氧气了 怎么想 这是结婚穿的小花裙呢 试一试吧 看还能不能穿上 我还能穿上 后面的拉链还能拉上 哎 呀 勾住了 那个 好看 不好看 我不喜欢 现在看这种衣服太土了 真的看得太土了 你喜欢啊 喜欢 偷给你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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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裙怎么样 看视频的朋友也不要笑 你们翻翻衣柜子 当时当年 有没有这样颜色的裤子 应该还有绿色的 黄色的 紫色的 大红色的 还有棕色的 这种 哎 现在已经紧张了 之前穿还是宽松的 哎呀我天呐 之前像这种 哎小车身 当时可洋气了 现在老天爷怎么那么妥 而且也胖了 你看这个腿这个肚子 穿不走了 怎么样 大家是不是对一条这样的裙子 我当年也可是精神小伙的 好看吗大哥 怎么样 那个金句里面 那个五大佬 金句五大佬 你知道什么 那种 这是很矮的 那个 大胖裙的 我又长得这么狠 之前我穿高跟鞋 之前我都穿高跟 现在穿这个拖鞋 哎呀这个肚子 到底怎么想的 之前觉得自己 可美了 都要美妃了 都要上天了 年轻的时候正好 现在三十多了 不行了 这衣服不行 看看 捐给人都不好意思 现在是 扔了吧 看看大家 谁还没一条百折裙呀 之前是不是特别流行 这种百折裙 上面配上一个花衬衫 现在谁还会这么穿吗 没有了 最起码我不会再这么穿了 那时候我才二十多岁 天哪 这衣服都多少年了 就都猪活了 可猪活了 好了不好意思 玷污了大家的眼睛 咱们忘记刚刚那些扯陋的衣服吧 拆个派遞 最近喜欢网购 但是好多衣服都失败了 基本上都退了 又买了一些餐盘 这个是可以烤的 可以做那个放到烤炉里面烤的 颜色挺确实的 以后可以烤一些东西吃 还有几个卵店 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比较小 小叉子 以后吃个水果什么的 可以叉着吃 你看是不是很可爱 上面带了一个甜甜圈 做一个精致的女人 好不好